好,來到這一節 申請幫我換一換一個 她的背景 阿倫,我免得又見到她 頭兩節見到她 第三節,你幫我換一個景色 我也有點尷尬 或者是在這裡 好了,今天這節的嘉賓 就是周冠威 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都對你很認知 我鏡頭在這裡 是的,都沒有所謂的 不過今天先問一下 大家對你的認知 可能也是初初失靈的自負者 或者更多人 就開始還愛 其實你是 為什麼你會選擇電影這一行 為什麼會選擇電影這一行 為什麼會選擇電影這一行 我喜歡電影 最簡單的答案 是一個影迷 就是我不是一些小說家變成導演 我不是一些 攝影師變成導演 總之就是 我是一個影迷 嗯 我是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電影的 是 我覺得 就是電影教了很多東西 嗯 我覺得是 多過我家人 是 多過學校 是 所有東西都好像是電影給我的 嗯 我覺得真的是 它很重要 甚至我覺得這個世界有電影 我就可以不用死 嗯 好像有些意義 好像有些 哎呀 萬一我 就是死了 就不能看電影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電影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存在 或者藝術是這樣的 對我來說 你家人 不鼓勵你 譬如說 我想去 投身去電影業務 但是有些 都是不好的 其實有些有趣的 如果問這個問題 因為 我小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機會看電影呢 原因是因為家裡 是 因為家裡 我家裡樓下 有一間影視店 嗯 租貼租貸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就是租錄影帶 租LD 那麼大隻 那些LD 那麼 他們 有一點點 叫做什麼 嗯 就是被人 銷售了 那些買了套票 嗯 那麼 給了一筆錢之後 拿張卡就任拿來看的 嗯 在樓下就拿來看的 是 那麼他們上班 那張卡就給了我 哈哈 那麼 不停可以看 不停可以看 但是他們說 他們知不知道我 真是日電影行呢 那麼 也很老套的 也不太支持的 是 但是他不反對 我覺得都是一種支持 算是這樣的 算是這樣的 他是 就是不要說 那些叫不叫不叫 是不是有些憂心 即是他不會把刀來恐嚇你啊 就是 你報演了 學院了就劈你了 我沒有這些那麼dramatic 可能最多有點擔心 是不是階士 就是經濟能力 可不可以 是啊 我最記得我演了學院畢業 嗯 我爸爸跟我說 我讀了四年 我讀了 嗯 玩夠了 找回那份工 嗯 啊 爸爸我讀了四年 是啊 你叫我 不做這一行 哈哈 那就證明了他 覺得電影真的挺坑坑的 嗯 挺困難 挺令人不安的 挺不穩定的 你入讀的年代已經不是最輝煌的年代 就是80年代 不是了 一定賺錢的年代 是啊 但最後已經是學院畢業了 是 那你之後是開始拍一些微電影 短片 那時候不叫微電影 OK 叫短片 短片 那我都拍了十部八部 是 是 那因為在學院裏面 我是拍短片 嗯 就是畢業作品是短片 嗯 那畢業之後 那我也回去做老師 嗯 就是教演學院的學生 嗯 那也和他們合作 拍很多不同的短片 那 第一套場面之前 其實應該有八套左右 嗯 那不停的累積經驗 用短片去令自己成熟 嗯 那 那當時拍這些短片 那些紙巾都是自己出 或者是 那時候讀書 那時候是學校 嗯 學校 學校出錢 哈哈 創作都是 學校很自由的 是 那你自己創作 我都是自己編劇 自己導演 是 但是資源呢 就是學院給的 嗯 那這個都是演藝學院的 就是 很感謝演藝學院 你給了這麼多機會我去累積 嗯 那去到 就是 拍了很多短片 是正式幾時 有一些電影公司 呃 呃 嘗試一下 不如沈媽你過來 拍一下戲啊 啊 那有點複雜 我第一套場面 真的叫做 一國複雜故事 是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實現在Netflix 是有一題的 Netflix 是買了 一個複雜故事的版權 嗯 那就 隨便可以看 那裏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認識的 甚至我 剛剛好像上個星期有QA報道 就是講回香港電影的票房 那時候 啊是啊 那時候票房真的差到無論 嗯 嗯 是27萬 嗯 票房 整個電影是27萬票房 嗯 那連印海報都虧了 好像 是 就是你宣傳都 都圍不到屁了 但是 為什麼有這套電影的出現呢 其實是因為 都是因為 演藝學院 嗯 我那時候拍了很多短片的時候 其實有人賞識的 是 一個複雜故事 其實有幾個投資單位 有四個 香港政府 嗯 融資計劃 是 比較早期的 我去申請 而成功的 嗯 演藝學院本身自己 嗯 裡面都是我的同學 嗯 因為那個其實是一個 我讀演藝學院碩士班的畢業作品 嗯 它不絕對是一個商業作品 嗯 所以你問我是我的畢業的雜作 嗯 Anyway 最重要的就是有兩個電影公司 一個就是 即是江志強老闆 安樂電影公司 嗯 百老會院 大公司 香港最大的電影公司 其中 另一個就是杜奇峰先生 銀行影像 那就是這四個投資方 你可以說 那他們就是看過我的短片 覺得我的短片是有水準 那也是我的因人 就是當時的演藝學院的院長 舒奇 嗯 舒奇老師就是這部片的監製 那也是把剛才那幾位的投資方 嗯 那也是他推介給了兩位老闆 嗯 那當時就是這樣成就了這一套 叫做《一個福格故事》 名義上就是我第一套的長片 是 嗯 那就是 那就是 當時 就是 已經是有了這個想法 那先就是 比如說 舒奇老師幫你 就去聯繫那些人 但是 聯繫了人才有這套戲的想法 也不是啊 我本來不是想拍這一套的 嗯 我記得我拍 我寫了一套是講警察的 嗯 現在不能拍的 那個想法 就是擺櫃桶底的 是 是的 的底部 那個想法就是 需要的預算更大 嗯 那麼 就 就是 和舒先生就在那裡聊 他覺得 不如 你真的再多些資源的時候 才拍《警察》這一套 嗯 那麼他就 但是一本《逆書小說》給我 是 這個 作品就是《逆書小說》改編的 哦 正啊 那我 所以不是由我開始的 這個project 但是 我覺得這個題材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寫代母 代孕母親 嗯 就是香港從來沒有拍過 嗯 外國也都少 而這件事我也很吸引 就是 代孕母親 就是我給錢你生個嬰兒 那個嬰兒就是給錢那個人的 就是不屬於媽媽的 嗯 我覺得裏面有很多的 啊 戲劇 drama在裏面 很吸引我 我想寫這個題材 嗯 就是這樣 就是成為了這一套《一國福格故事》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代母的題材 對 好笑 這些話題都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叫《一國福格故事》 在Netflix 張學友有份做的 是 哦 張學友業得閒 斜遠遠 有一個台灣演員叫朱子盈 做到處角 嗯 但是初初有些電影公司 就是投資在你身上 會不會取材的時候 都會有些 就是我會選一些 是我想拍的東西 還是 都要加一些商業的元素 就是你知道 怕虧錢 一虧 沒有第二步 我的例子 你這個是比較平常的 我猜大家都明白 都要認同的 都應該是這樣的 我觀察也是這樣的 但是我的例子比較特別 是 我拍完《一國福格故事》之後 我就畢業了 畢業之後 我就拍獨立電影 嗯 完全不是電影公司的人 完全不是電影公司 要跟電影公司老闆 要跟所謂經理人公司那些演員去 不要說錯途的 就是去協調 是 沒有啊 我第二套就是《十年自焚者》 嗯 我自己自由創作自主的 就是不用怕被人收稿那句劇本 是的 就是我們有個屬於獨立電影 就是這樣 就是非主流電影公司的作品 嗯 我自己開公司 我自己主導一切 我就是老闆 我就是監製了 所以就 沒有剛才那種情況 就是我要跟監製或者跟一個 一個福格故事有的 是的 一個福格故事之後 已經不是那個故事了 嗯 幻樂也是獨立電影 是的 時代革命當然是獨立電影 是的 是的 一人分立都仍然是獨立電影 所以是獨立於主流而外 獨立於所謂的 你剛才所說的 我不需要 要有個老闆 降於你的創作 沒有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自己 你的例子是不是都算少 會不會 為何很多是 甚至說未必是導演想自己選擇 還是老闆 我想開一部電影 給我Darling 這個女明星 最好就是這些 他題材 你替我量度 我猜有這些 以前比較多 其實現在都很少 現在都很少 是的 而且預算已經小到這樣 是的 而且那些老闆都不玩電影 當然是 賺不到錢 現在做電影 當然都有 可能是一些大有錢人 大有錢電影公司 為面子 可能繼續拍戲 當然賺錢可能拍片 如果真是一些小本經營的 所謂現在本土的電影 其實都不是賺錢 有你拍 有你真的重心拍 現在我也看到很多 我同輩 或者我下一輩的電影導演 其實不是太多 有一個老闆 去左右一切的經驗 反而就是 由你拍短片 到現在拍長距電影 那麼多的經歷 我覺得當中 譬如是最困難 是什麼呢 譬如是找人 或者是怕過不了審查 還是怕資金不夠 通通都不是 我最擔心 最憂慮的是 那套片不夠好 那套片不夠好 那套劇本不夠好 是 我覺得自拍的質素 才是最 最令我緊張 最重視的事情 就是 我的責任就是 完成一套片 是有質素的 嗯 那 飄放 我控制不到的 嗯 也沒有說 很多的投資者 是 很大的壓力給到我 啊 這一次你虧錢就死了 不是這樣一回事 當然了 我的例子比較特別 可能 變成我最重視的 就是 不是 不是幫到那個演員 拿到什麼獎 不是 要很多人去 喜歡 不是要很高票房 這些通通都是好事來的 但是對我來說是質素 嗯 我要維持質素 我想套劇好 套劇 套劇 拍戲太 太浪費了 如果不是 你拍一套不好 你怎麼浪費這麼多錢 人敵物力去 拍一套 其實沒有質素的電影 等於一個作家也好 一個廚師也好 他也好 也好 也好 除了是 我應付到 之外 是客人喜歡吃的 我寫了那本書 也寫了出來 你交了一篇稿之後 你希望我寫出來的作品 那些人會喜歡 但一件事 控制不到 就是觀眾的評語 和網民的評價 你會不會 有時候 見到十年 當然 口碑是好 也有些 你這些學生 是賊作 去到 譬如環外 當然是比較高的 句評語 一人婚禮 又可能會 又好 又不同 又負面的 句評語 會不會對這些評語 你會用什麼心態去看 或者這個心態 有沒有變過 心態 第一 我那個 最直接的答案 就是 檢討 就是我 不單止觀眾 其實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譬如我寫劇本 我會給很多不同的朋友來看 嗯 看看他 接受 接不接受到 或者有些訊息 能否接收到 那 通通都是我 希望改善作品的一個 就是一個 有利的一個方法 嗯 所以 網民 或者所有觀眾的一些 comment 其實是我的檢討的來源 嗯 或者是一個檢討的方法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來的 因為我 嗯 其實套戲拍完 不是完的 其實 如果我以我個人成長來說 是 拍完一套戲 剛才說 劇本也給人看 剪節也給人看 嗯 就是完成品 當然很多人看 看完之後就繼續檢討 嗯 這個是一個 我比較習慣 嗯 嗯 就是 譬如有些人說 還愛 什麼都好 一人婚禮 哎呀 這個comment 哇 我從來沒有想過 哇 其實是挺刺激的 嗯 亦都令我 還要有些反省 那我覺得 是不是呢 這個comment 我重新審視自己的電影 然後 然後另一個 可以去思考 亦都是求進步的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讓你再拍 患愛 嗯 如果讓你再拍 一人婚禮 嗯 你收了這麼多comment 嗯 你會怎麼拍呢 怎麼拍呢 怎麼拍呢 怎麼去pance他們 嗯 是怎麼令我作作品再好 嗯 那這個是 其實也有一點點欲望的 所以我很想重拍 當然這個想像 其實未必重拍到 就是重拍患愛 是 就是有些很遺憾 呀 重拍一人婚禮 重拍時代 什麼都是 嗯 就是很多人都說 不是我自己說 就是電影是遺憾的藝術 但是那個遺憾 充滿危遺 所以經過檢討就可以繼續去進步 在創作後 在你的頭腦裏面 在創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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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是 警惕也好 就是悲慢 如果你說寫小說 就像金雲那樣 我什麼時候可以再加一些東西 新的版本就可以 但是你電影 因為投放那麼多東西 所以你沒可能 又會找回那班的演員 就算你換了其他演員 也會覺得已經是第二回事 然後又有這麼多資金 不會的 是的 所以可能在下一部 創作的時候就會 但是痛苦你下一部 又是另一個故事 是的 這是很難的 譬如你說我有一人分禮 已經是 完全不同 對 一人分禮之後你下一部 可能又是完全不同 是的 是的 完全不同 那麼 但是你保持著 這個檢討不是 希望有再一次機會的成功 我只是希望進步 是的 就是自己自身的進步 覺得有一個挑戰 自己突然成功突破進步 這些是滿足感 嗯 是不是真的要 或者有沒有機會 或者自己有沒有能力 去展示這個進步 給別人看呢 嗯 通過另一個故事 是未必的 但是不阻擋到這個欲望 或者追求 嗯 或者當中帶來的滿足感 嗯 做文藝創作的 肯定都是希望自己不斷的進步 嗯 但是你由自焚者 再去到自外革命 還愛 去到一人分禮 其實它的範圍都挺廣闊的 為什麼會變化這麼大呢 嗯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兩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其實是很豐富的 嗯 每一個人的情感 每一個人的愛好 當然有 你會找到一些共通的 嗯 嗯 至於完全不同的 嗯 這個是其一 我記得 嗯 但是 我記得有一個導演 形容我的電影 我挑選題材 兩個字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兩個字 他說 你很偏風 偏同 偏風 你選一題材是 人家不會選的 不是啊 偏在一邊 代孕那些都是好 代孕母親 沒有人選 但是我很喜歡 嗯 精神病患者跟輔導員拍拖 嗯 當年很多投資者都覺得 哇 你拍什麼啊 你哪會有一套 輔導戲怎麼會拍得好看 怎麼會有娛樂性呢 就是你是很偏風 精神病患者跟輔導員的愛情故事 那一人婚禮也是沒有人拍過的 嗯 沒有成功例子的 嗯 自己跟自己結婚 就是這件事也是一個偏風 嗯 那麼時代革命當然在一個壓力 政治的氛圍裡面 你這樣做也是一個很 很 另類 或者說過也仍然是一種偏風 嗯 那麼 所以我又不覺得是很大的分別 如果從這個意識上 角度去看的時候 那另一方面就是 我剛才說 就是 人很豐富嘛 就是我 就是有喜有悲 就是我喜歡喜劇 還有我真的是一個影迷 我什麼戲都喜歡看 嗯 反正我拍戲也同樣 嗯 我都是很想試不同的東西 嗯 我自己 新鮮感對我創作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嗯 那麼我拍完悲劇又想拍戲劇 因為那個階段的我就是一個新鮮感 拍戲劇 我拍完一人婚禮 那我又想拍回悲劇 又想尋求一種 就是刺激自己動力與熱情的一種 就是一種階段性的改變 那所以好像不停變 那另一個答法就是 我我我我想 有些 或者我不介意不停變 嗯 我不介意觀眾市場 定位不到這個人 這個導演的作品 那這個其實是危險的 嗯 因為你觀眾就是 我看這個導演 我喜歡這個導演 你保持著拍悲劇 就是容易一些成功的 嗯 因為定位是你 那我還記得有一個 這個也很有趣的 嗯 當然了 或多或少 嗯 有很多的原因 這些外國的電影設 嗯 就是 是不接受一任婚禮 當然一人婚禮不是所謂的影展戲 那他就說 嗯 外國的影展 認識你 是時代革命 嗯 如果你的下套作品是一人婚禮的話 呢 外國觀眾呢 你定位不到這個導演 嗯 對你的前途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不如不選你這套戲 嗯 嗯 嘩 嘩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這個就是 對 知道為什麼有很多導演 嗯 當然不是說 那麼 未必是傳播 也都未必是 那麼target性 但是你看到 一個導演去貫徹一個風格 其實是對 對受眾是比較舒服的接受 是 甚至是一個成功的一個途徑 嗯 那麼我又不是對這種 這種的成功有一個很大的慾望 嗯 所以我就 我的慾望是自由 嗯 我不會為了某類影展 去挑選我的題材 嗯 不會為了觀眾對我有些期望 而挑選題材 嗯 所以說當年我曾經形容一人婚禮是 就是我最自由的電影 是 因為如果你懷著時代革命的我 我 我應該 不應該拍一人婚禮的 是的 我拍《幻愛》 以《幻愛期望》 我下一套作品 也都會接受不到一人婚禮的 嗯 但是我通通不理這些期望 嗯 那麼我 你 就是你 你給我自由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拍過是首先數過幾套電影 我覺得是 即是我覺得 怎樣形容呢 不如這樣說 嗯 嗯 濕言致份者對我來說是一種 即是 是憤怒 憤怒 是怒火 嗯 嗯 嗯 患愛是 嗯 一種創傷 嗯 嗯 嗯 時代革命可能很多人覺得是勇氣 嗯 但是一人婚禮就是自由 嗯 嗯 即是 不是為了市場 或者是觀眾 想看些什麼 而即是 將自己定位 是反而想 我想創作出來的作品 嗯 反而是看你們喜不喜歡 即是等於 譬如有些細胞幕小說 我當然是繼續寫幕小說 我寫其他小說 難道無故 即是愛成故 或者寫時事評論 那些人不喜歡的 我畫開武打 它漫畫 難道我真的變了嗎 變了韓國銷量 當然 譬如有些叫做 鄭健黃也有很常識會變的 譬如有網友 他看拉斯馮第二 都是出名拍攝很多不同的題材 譬如沙士比亞也有寫喜劇 也有寫喜劇 其實每個人 就是這種聲號 因為這個文藝創作 每個創作人都不同 有些就很穩陣 我懸疑片就懸疑片 我專拍鬼片就鬼片 我專拍喜劇就是喜劇 有些人不一樣 今天我喜歡吃咖喱牛腩飯 明天我喜歡吃咖喱牛腩飯 但是印度的咖喱 後天就入式咖喱 最後我不喜歡吃咖喱 我吃酥 是吧 其實就是 因為每個人就是不同 你都是希望就是 希望就是你拍出來的電影 最重要的是 我這一刻我想做什麼 那補充一點 也沒有說到 只是看自己 就是 簡訊題材很 叫什麼 由心出發 但是創作也是要面對觀眾的 就是我不是說完全不理觀眾 嗯 但是就是 那個程度有些分別 嗯 就是我拍每一套 我當然 剛才所說的 我希望是有質素的 就是觀眾不會覺得是藍片的 嗯 那這個是最基本 嗯 那就是 除此之外 其實也有些波折的 你想想 由當日 在時代革命 那些香港的電影院 就是 就是 自我保護 不要說自我去閹割 是不是 就是 不要上 是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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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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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阿豬仔 就是搞一下 電影訪定會 那裡 然後又說 你們違反 限聚令 這些事 會不會 對你 或者對於一些業界的人 就是 都是這些 我們都被知的側侈 就是 就是 那麼多的事 不如就少一試了 嗯 會的 有時候在一些 就是有些場合 很多電影人的 嗯 一起的時候 就是我見過 他們的眼神是有點不同的 嗯 嗯 我見過有一次 嗯 說不說 哈哈哈哈 這些事情真的很敏感 好 我 當然不開名的 就是 就是 我上前和他握手 他很尷尬 是 但是其實我是認識他的 就是 就是 認識得又 不是說很久 但是 也有辦法 聊一下 就是 又不熟 不是說很熟 就是 未知很熟 可能一來就 嘿 是啊 就是我表現好熱情 就是 很多沒見了 或者在街上碰到 誰誰誰 大顧打招呼 是啊 但是 哎呀 糟了 我覺得好像我熱情一致 他這麼麻木 我是不是做多了 哈哈 哈哈 死亡之文 那 會不會 譬如你要再去 有一些新的作品的時候 要找人都不容易呢 就是沒有找人 要找資金 通通都不容易 我覺得大家都明白 我之前都接受過訪問就是 為什麼這一次 就是我的新戲在台灣拍攝 最直接最簡單就是 我是要拍一間中學 主要的場地 嗯 但是香港我找不到一間中學給我拍 就是直接不肯借 他有沒有說什麼原因 人家說直接答也不回答 都有這些情況 有些是不回答 有些是 有一間是很相熟的 跟校長 甚至是校監 但是都有這方面的憂慮 因為 教育嘛 就是 就是 政府看得很緊 學校嘛 就是有教育局 資助 或者管轄 所以 他們都不敢 或者這麼說 總之 就是 不是一個人可以說到事 其實那些場地都很難不借 教會 教堂 都很難借給我的 我那時候拍一人婚禮 借過教堂都很難 因為你有一個組織的時候 有一個架構的時候 就是 說得事的不是只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 就是學校有一個 校統會 或者校統會上面有教育局 知道牽涉太多人 還有家長 某一個人投訴 或者某一個人憂慮 不要說審查 當然也有事 我們審查 這些都是很大機會 會取消 那個 那個 那個場地的租借 變成我 我拍電影 我們對投資者負責 為什麼要這麼危險 也冒險不了 我真的冒險的話 你想想 如果我拍了兩天 突然不知道誰知道 我來這間學校拍 學校有些人就憂慮 或者自我審查 然後就說要取消拍攝 那整部電影怎麼樣 我拍了那些都連戲 校服是不是換過 那些鏡頭全部不要 都可以 這些是一個 不會要投資者這樣去冒風險 也確實 這個風險 我想冒也冒不了 確實沒有中學者給我 所以我是有些遺憾的 在這一個角度下是有遺憾的 這個地方你開不開放 其實對你的文藝創作都有影響 比如你說 找教堂 可能不用關政次根數 你拍出來那部電影 如果對一些教友投訴 哎呀你誘入了我們的聖堂 一之類 學校正經很莊嚴 讀書 怎麼會拿來被人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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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論 不行 然後有一個投訴 校長我跟他交代 校長我又要跟家長交代 已經很複雜 都不要牽涉到 周冠威本身 這個人好像是 五鼻子側吉 好一點 但是反而走到台灣 就 就是那個 開放程度 是不是就令到 所以最近這部電影 選了台灣 是啊 就是剛才學校 我覺得一個例子給你聽 在一人婚禮的教堂 那個教堂不是神聖的 為什麼這樣說 那個教堂 就是一直租給別人拍攝 舉辦婚禮 什麼都可以的 是一個景 就是他沒有一個很強的宗教團體在裡面 去用這個 因為那是一個古蹟來的 那個 場地租借 給錢就要租到 來結婚 辦結婚 你之前給錢就可以拍電影 這次還沒有開我的名字 所以這個不是我的個別例子 是香港電影 香港社會的整體問題 他就問 你可不可以寫一個保證書 寫明你這個電影 沒有違反國安法 你可不可以出一個這樣的聲明 還有你可不可以擔保 我才借給你 不關我的事 製片幫我找經美開我的名字 原來香港要有這樣的程度 當然我猜大家都明白 這些就是電影創作的困難 在香港 一個地方 其實你的地方 那個架鎖行就越少 對文化 作品就越好 譬如你不是說 一定出不到一些 在比較威權的社會 出不到好的作品 但頻密度的數量 是會疏一點 少一點 今次你去台灣 台灣 算是你最近期的搞作 算 對 我是拍電影的 有些人不覺得很政治 其實我沒有搞過政治 哈哈 我沒有為政黨站台 Anyway 我就是拍電影 最新就是 剛剛在八月 就在台灣薩科 現在正在做後期 希望這部電影 應該就下年的下半年會上映 到時大家支持 我也希望 也是具質素的 這部電影 而且會一切順利 因為現在經常都很害怕 有些經常說 那些 即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日又不知道怎樣 日又不知道怎樣 希望不會遇到這些事情 我不想那麼多 做好套戲 想到都沒有用 都控制不到 是 但整個香港電影 它大環境 我記得我之前 都有一些電影家的朋友 例如 何卓天 謝老四 他們都 有他們樂觀之處 亦都有他們憂慮的地方 譬如前回 我講的問題 曾影家都說 我們香港這麼多人 只有三部電影在拍攝 但對香港整個電影的未來 你又怎樣看 是否真的這麼悲觀 香港整體社會悲觀 電影就是悲觀 沒有反映度 都是其他一個行業 現在飲食業 其他不同的各項各業 都很艱難 這個電影為何可以獨善其身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問題 所以很簡單的 你回去 我們對香港社會有沒有悲觀 我們對香港社會 有些甚麼 仍然可以給我們 由盼望與樂觀 這些都是可以 在電影行業裡面看到的 現在我們這麼多的困索 剛才說的 包括演員 演員又要簽了甚麼 國安法條款 是吧 很痛苦 很不自由 還有另一樣 這個可能 創作上 有一些娛樂電影 或者不是那麼需要 牽涉這些那麼敏感的 題材情節的話 另一個就是經濟問題 我們消費力這麼低 有消費力的 也不遠野香港消費 香港很沉屈 例如去日本旅行 有些人上大陸 這也是香港影業的一個艱難之處 例如做狀作 他寫書 近年都沒有寫 出版社會 我們肯和你出 人擦箱都不肯喝 他們都擔心 不要說那些書 賺還是吃先 不要說那個環境 我們就算沒有 人們都不看書 現在有幾可 傳到他看網上 反而電影那些 還有個誤 就是媒介不同了 現在多了很多 譬如剛才都說 可以有Netflix 不像以前 盜版的那個年代 我只看盜版 他的CD 現在有Netflix 有那麼多網上的平台 有Disney Plus 他等等 會不會都多了一些 新機出路 可能這部電影 在票房 未必好 電影院未必多人入 可能在一些平台方面 又買得不錯 哦 暫時香港沒有這個機會 你見Disney Plus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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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給錢 台灣 台劇 是Netflix 給錢 香港沒有 一套都沒有 電影也沒有 那Disney Plus 如果你觀察的 我好像最近都聽到人說 他都不買片 港產片都不買 那你這些哪是出路 這些可能有多一個曝光機會 就是我一個福格故事 在Netflix 都好幾年了 那他都 他給了多少錢你呢 他都不是給了很多錢 可不可以投資少少大 那我就不太記得 但是不會是多 就是一套舊片 就是Netflix 給錢就是新片 甚至Netflix 投資下去 嗯 台灣 韓國 很多的製作 是這些串流 全世界的串流平台 給錢這些國家 這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 或者節目 去製造的 香港沒有 香港為什麼沒有 人家看不起你 或者過了那個年代 你真的不夠好 這個要承認 我們真的不夠好 我們製作這麼差 差不是人很差 我先不說人差不差 是沒有的錢 就是你見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 你看到韓國的影業 是不是 這麼多人看 韓劇 韓國電影 越來越好看 K-pop 越來越多資金 越來越受世界觀眾歡迎 然後世界的串流平台 又付錢 我們看到良性循環 你看到我們還未走出 一個惡性循環 我們香港的電影業 會不會 我曾經香港都很徽環 香港電影 就是下了一個惡性循環 到如今 從徽環到現在 沒有人看 飄防不夠好 不夠以前輝煌的好 資金開始縮 資金開始縮 製作開始差 觀眾很簡單 看大製作 這個不是我講 每個人都明白 製作又差 看預告片都知道 不是很貴 畫面不夠美 那就沒有那麼吸引 那些人都沒有進去看 不知道這套戲可不可以看 但可能已經沒有吸引力 可能是惡性循環 那就是惡性循環 沒有人看就更加 票房差 投資又少了 但是以前 可能一年百幾二百套戲 怎麼都選到十幾十套 是很出色的 那現在人一年得到三十幾四十套 都真的未必能選到三四套戲 這個不是那個問題 連到兩套都不行 是啊 那當然 另外一個 可以具體一點的就是 不過多人這個都是因為惡性循環的 另外這個惡性循環的 其中一個我覺得幾關鍵的是演員 因為香港沒有一個以前有TVB 當時很健康的TVB 很招戲的TVB的年代 很多人是培育明星 邵氏、嘉湖 是年輕人明星是培育出來 就是被他們擔正 擔大製作 那現在所有的大製作 慢慢就是 就是越來越轉視 就是香港的各班老闆 或者電影公司說得事的人 那你見到那個演員 就是明星是要製造出來的 就是你有明星有演員 就是觀眾 就是 周星馳有一個例子 就是周星馳 就是為什麼 他的戲都不是 哇 都不是大製作 是吧 你可以去反駁我剛才的論點 但是沒有啊 我們當時 八九十年代 這麼多 這麼正的明星 這麼正的演員 這麼正的歌手 現在我們培育不到 反正沒有培育到 令到我們 真的 有當年的追明星去看 是嗎 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再看回香港電影 這就是 等於我們 現在都看不到 曙光 跟電影業都差不多 是啊 很抱歉 就是MIRROR 還不是那種 就是 漢次是有些盼望 但是 都未至於是獨當一面 在銀幕上面 在大銀幕面前 他的演技 或者電影導演 和這些演員的 撞擊的火花 沒有爆出來 這些明星 這些魅力 就是飄防 就是令到可以那個惡性循環 變回良性循環的一個契機 那你說以前的機會多很多 就是可能他 可能初初的戲 你振發張國齡 也不是一開始 但是他 我再說整個結構 很多機會 他給他 現在都沒有什麼機會 他讓你訓練到 就是他讓你透過那些經歷 導演也是 我也是拍過幾部戲 是啊 就是這個也是 這個是那個問題 那就是 還有最後 就是你選擇電影 有沒有特別 一些電影 或者電影界的人士 特別欣賞 要講香港人嗎? 沒有所謂 就是真的 我喜歡的電影導演很多 那 不過你這樣說 我覺得回答香港會好一點 我 我是賭Sir 我喜歡賭Sir的戲 他大部分都很有質素 嗯 還有他都是 就是有抱負 會提攜年輕人 嗯 那我都確實是受他欣慰過 是 就是 今天很多謝周導演 都很期望你的新作 我們真的可以在香港的電影院 是會看得到 看得到 是 正常的 正常的 正常的情況 就應該要是這樣的 一個社會 還有 都希望我們 就是 多一點 接下來可以見到周導演 多一點不同的作品 好的 謝謝 好 今天 感恩 謝謝 壓承